大家同樣喜歡回覆 跟孩子溝通 未則都沒效 雖然我常常都很想跟我小孩講說 我吃過的鹽冰 吃過的米還要多 但是做了這個節目之後 我知道溝通很重要 但是你知道溝通也是有耐心的 你看他講了半天啊 他一直在問你為什麼... 已經不要... 火也是會冒到這裡 而且他也火冒到這裡 怎麼辦 其實我覺得那個溝通 有很多人都說 你有沒有跟你小孩聊天 有喔 我每天都跟他聊一小時 很自豪 我是一個好爸爸這樣 可是你仔細去問問看 他跟他聊天的 只有前面五分鐘小孩在講話 爸爸好 我跟你說 我今天在學校碰到一個同學 我知道... 我跟你講爸爸以前是這樣 我就那個同學欺負我 我就跟他說你怎麼... 小孩就只有開頭... 開場白講完之後 就再也沒有發表言語的余地了 或者是他講一個 馬上被你打槍說 不是這樣 所以原則像我們 真正要跟孩子溝通還是... 我很喜歡一句聖經的話叫 快快地聽 慢慢地說 慢慢地動怒 就慢慢發脾氣了 對 所以你一開始小孩 你要跟他講得夠 一直講一講 你就先忍住 好多話想講先忍住 快快地聽 先聽... 然後聽到 他大概已經講得很夠了 你再慢慢地說 不要發脾氣 因為小孩剛剛已經講了很多 政治不正確的語言 對 不要發脾氣 然後你跟他用你的心靈的話 盡量少用 你 用我們 所以盡量用這種說話是 我們怎麼樣 我們怎麼樣 那不是你... 我... 這樣的話孩子就會 在這段溝通的當中 他也講夠了 他也被同理了 他就可能比較能夠接受 你給他的一些建議 好爸爸 有沒有覺得他後面再發光啊 哈哈哈哈